設定 比如說第一個 ID 各位稍微記一下 Price OK好那先把這些欄位先打算因為六個欄位一個蘿蔔一個坑嗎你也不要多也不要少 再來呢ID部分的話那一般會有N NCHAR或者是NVARCHAR 不過我比較建議用NVARCHAR的部分 那如果說你不知道多少個字你可以先選50 然後呢ID看多少 玻璃圓上大概10個就夠了 那CATALOG大概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10個就夠 所以這裡的話呢也是一樣找的NVARCHAR NVARCHAR然後也大概 CATALOG應該也差不多10個字就夠了 再來的話 這個TITLE部分的話呢也是NVARCHAR 剛才50個字 然後ALLSER的部分呢大概也差不多10個字 所以這邊把它稍微改 那當然如果你不改的話沒關係反正大一點他自然會幫你做調整 那Price部分的話呢我們給他一個是我們一個整數 那整數部分的話呢我們就給這一個 我們用印草整數部分 OK然後呢 這個Public date的話呢我們給他一個date 日期部分那這邊給date就可以了 好那 這個ID部分的話不允許 OK那最後的把它save一下 那這個我們的 名稱 這個名稱的話呢資料表名稱的話呢我們給他取取一個名稱 你叫books OK好就是在books的 Database底下會有個book的這個資料表名稱按一個確定 OK那確定之後的話呢接下來 我們再把這一個 有沒有現在產生一個新的資料表之後呢 再把剛剛的資料呢 分別貼過來之後 就會產生一個新的 這個資料表 我想各位先試著把這部分先完成好了 那總共會有六個欄位 六個欄位 就這六個欄位 然後呢相關的資料行別 稍微記一下 OK把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注意 發現他資料來源price裡面會有小數點 所以這個地方請各位把 改一下 改成dissimo 把它改成那個有小數點 貼上去他那個 這個這個價格的 這個